現在大概我們能夠打得通的 大概就是他的牧師 但是秘書沒有辦法處理這個問題 對啦 這個他一直說 聯絡不到他們的總經理 已經跟副市長李四川說好 中午見面釐清責任歸屬 基泰總經理卻臨時放鳥 指導基泰總部 基泰建設的這個大盒的 就是要不讓我們上市澳爺 就是要不讓我們來幫我們轉燒 就連議員也撲空 基泰建設高層真的有夠難找 任何一點點細節上面 都沒有看到這間公司 好像你隨便做點什麼都好 但是當你什麼都沒有做的時候 然後你還要再丟意象書出來 你看找誰簽吧 受影響住戶痛批 從7號晚間到9號 基泰高層人也看不到 所有相關費用只能自己自掏腰包 就連基泰原本預定9號11點 要跟安置戶說明 也在當天10點半才確認沒有要開 現在更傳出其他群組 還只有一名基泰經理當對口 讓住戶怒批 一個經理就想打發住戶 基泰建設總部就位在台北市橫陽路的 其中一棟大樓的10樓 11樓跟12樓 不過基泰大指示發至今 已經超過40個小時了 董座總經理跟高層 依舊沒有對外公開露面說明 根據公開資料基泰今年第二季流動資產大約204億元 負債總額136.5億元 等於即時能用的現金只有29億元 就怕基泰脫產歸病責任 北市府將申請假扣押 記性文章不得